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大眾的話題再開始 事緣最近有一套戲都算叫轟動 就是這個沙丘寒戰裡面有大沙漠的沙蟲 那沙蟲這件事就沒有什麼科學的題目可以講 但是基於我們吸引這個眼球的原因 我們已經開始了 但是我又覺得這樣 這個新聞源於這個Nature Nature 也是要照顧一下收聽率的問題 其實有沒有沙蟲這件事呢? 你這麼說 你說沙蟲這件事很沒霸氣的 我第一件事就想到你用來餵鳥的那些蟲 我們這裡講的一件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一些好像科幻小說或者電影裡面 那些超級怪獸類別的大沙蟲 就是那條大蟲呢 你就可以想像就比龍珠那條神龍還要大條 但是它可以在地底或者水底隨意游走 然後在上面的人一下就吃了上面的人 或者其他獵物等等 無堅不吹 於是就成為一隻非常難纏的大怪獸 基本上就是一隻地球版的異形 而且你將這些蟲呢 將它放大來看 就好像現在台長展示出來的樣子 都是非常之醜樣的 還有嚇人很恐怖的 如果這條蟲這麼醜樣的東西 還要放大多幾十倍 大到更厲害的人呢 那就絕對就是嚇死人了 OK 那為什麼《自然雜誌》要拿來講呢 其實大家是探討著 這些這樣的生物 尤其是一些比較原始的這些生物 它其實可以生到多大的 就是在這個《自然期刊》裡面 它提了一件事 其實我都沒有很了解它 它為什麼可以提出這樣的說法 因為它的文章裡面都沒有很詳細解釋 它就說有生物學家就說到 這些蟲呢 可能曾幾何時在地球的一些環境 當它的條件許可 又不受其它東西制約的時候呢 是可以生成400米那麼長的 不是400毫米的 就是400毫米就是40厘米 那你自己當一條意粉吃 都分幾柱來吃 是說成400米你自己跑一圈 你都吸氣了那些這樣的樣子 就是可以生成這樣 那是非常之鞋人聽聞了 那究竟這件事可不可行 究竟我們要怎樣研究起呢 其實就是在《自然期刊》的雜誌那裡 討論的主要內容呢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實物 根據它這個說法 就是在澳洲 就可以去到三米 三米都得人害怕的大哥 就是可能有聽眾去看那些無聊 在手提電話看那些片的時候都見過的 是真的有人比如說在澳洲 一個海灘那裡錄一段短片 我以為它在做什麼呢 我以為它在抓聖子 那你知道那些人抓聖子就拿 其實我覺得不要這樣 大家湧倒去這樣做的 就是拿著樽炎 看到聖子的洞倒進去的洞裡 他就不是拿瓶鹽 他也是拿一些蝦仔、蟹仔 或者一些剁好的蝦肉、蟹肉 弄一劈在一個洞裡 然後就搏那條蟲 就引出這種蟲出來 那一開始就看到他只有一個蟲頭仔 我以為還是一個好像寄居蟹 那樣小小隻 怎料他夾著的時候 哇!很出力 一直這樣拉著它 讓它不要縮下去 還要是陰一點陰一點 扯它出來 越扯越長就扯到這條兩三米的蟲出來 正正就好像台長你展示出來的照片 就是這個品種來的 其實就非常之噁心 噁心的一個這樣的物種來的 我不敢說好不好吃吃不吃得 如果你說在這個中國東南沿海 那些地方掘出來的 那些在海裡的那種沙蟲 就拿來有人曬乾做乾貨 或者新鮮炒來吃就非常爽口的 OK? 餵著那些蟲就不是我來吃的了 OK? 但是如果這隻這樣的蟲 我會立即聯想到 會不會其實就像賴尿蝦這樣做來吃會好一些呢? 可能也很好吃的 不過當然我們在科學角度 但是剛才你提出的一個問題就很有趣了 譬如說我們現在看到那個生物的體積 可能在以前是很大的 舉個例子 例如像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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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可能就是 其實很多的 這裏就要講一個問題了 不不僅在自然旗刊提出那些東西可以有多大 有一些很基礎的科學原理可以理解 是什麽限制到這些生物的體積可以有多大呢? 會不會有些超級大昆蟲的東西呢? 的確在我們過往觀察 就算有很多禽鳥類的東西 體積比我們想像中大 我們現在看到可能禽鳥之中 體形最大已經是那些鴕鳥 你整個人騎上去都行 是不是? 然後有一些就是火雞 都是比正常雞大的 而有一些就更加體型大 但是都比人類吃到絕種 就在那些大洋洲、澳洲的地方 那些叫孔鳥那些東西 那它就因爲體型比較笨重 又比較好用 於是活動得萬不靈活的時候 就更加容易在食物鏈上成為被捕獵的對象 那這些東西其實也很有賴 就是過往 第一 競爭對手不是太多 第二 就是在過往的地球氣候條件 的確有一些條件是比較有利於 那些物種是生長出來的體型比較大的 就是說 你說 象 或者牛 可能都會是 但是更加明顯你會見到 在禽鳥和昆蟲那裡 在遠古時候的那些版本 你往往看到就更加體型大 另外一個就是說 相近的品種如果它是水生的話 體型都會比較大 一個很容易看到的例子就是 那些咬人的塞 和你在海裡 吸住在魚上做寄生蟲的那些海塞 基本上是親戚來的 那個形狀的殼基本上是很像的 是不過一隻放大了的意思 一去到變成水生的那個版本 就有條件更大 那這裡你就可以更加理解 為什麼如果就算是一條蟲呢 陸地的蟲和在海裡的蟲 你會發覺海裡的那些 都更加有條件是一條更加大條的蟲 所以你如果問我這些沙蟲呢 我覺得就更加可能就是沙灘上面的蟲 而不是沙漠裡面的蟲 就可以是更加大了 嗯 那我另外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當呢 就是 就是我們講的蝦其實是蟑螂來的 就是生蟑螂 那龍蝦是不是要大隻了蟑螂呢 龍蝦和蝦自己本身在物種上又有不同的 雖然它吃下去的那種形態 那個蝦肉的口感似 連顏色的殼那種變化都似 這個跟它們的甲殼素的化學成份有關 但是你說物種上面呢 反而就不可以當它們是同種的 那就是同樣了 在陸地上面很多的昆蟲呢 也是同在海裡面的那種一節節的動物 都是一節節的 OK 那些腳多一點少一點的原因而已 但是往往一在海洋裡面生長到呢 就特別好肉一些了 就那些蛋白質的肉就會豐富一些了 在陸地上面呢 其實呢 都有一些的昆蟲呢 如果是好肉一些的話呢 尤其是大隻一些 就是凶猛一些那些呢 有人將它敲來吃 拆出來都吃到好像蝦肉那樣的口感的 譬如說就是那些超級巨型的那些蜘蛛呢 那些蜘蛛腳呢 你看過那些非洲土人去捉它們的時候呢 拆出來那隻腳敲出來呢 你會發覺是整隻蟹腳那樣的 就是好像蟹腳的外面是殼裡面有肉的 是的 而且肉的口感它就吃下去 就跟那種蝦蟹的肉的彈口是似的 就會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可能是同一做品種 不過就是生在陸地 一個生在海啦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呢 我們發展到現在是不是那些生物的體積是越來越小呢 這樣說吧 我們在陸地上面觀察看到就是 就比較有利於體型比較少的生物 OK 是不是說越來越小呢 你看看時間看得多長 在那個地球整個演化歷史裡面呢 一樣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說 它那個大氣的含氧量有多高 你的大氣含氧量越高呢 是比較有利於一些體型大的生物來生長的 所以以前有恐龍 你說又要看再遠一點的 因為其實地球那個大氣成份是經歷過很多次變化的 一誕生的時候是沒有氧氣的 只有那些有毒的氣體 就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沼氣 甚至乎是有一些硫酸的氣態的 就是這樣融化了在一起 那就是整個大氣 但是後來就因為有那些 藻類的植物有光合作用的這些生物出現 就令到整個大氣的成份換了一次 甚至曾經出現的情況就是 那個氧氣比我們今天那個水平還要高 那這些是由一些遠古的石頭冰層考古可以得出來的答案 所以我們能夠理解爲什麽在古時就有一些恐龍 那麽大的生物都可以 因爲就算它體型大些 它都可以有更加承受到一口氣裏面 可以吸更加多的氧 支持到它更加激烈的新陳代謝活動 一次過它動更加多的身體質量都可以 然後它越健壯的時候可能成爲一個暴獵者就更加有優勢 但是反而在氧氣陷量不夠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一個優勢了 那麽所以呢 在這裏來講一下 我們討論這些在地底或者海底生物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由這裏給得出它那個體型的限制的 有人就說那些地鼠它不是生在那個地面 而是生在那個地底來去生存的那些地鼠 或者那些竹鼠 就是專門吃竹鼠的根那些 又是在地底捐來捐去的那些竹鼠呢 它們是已經很習慣在一個含氧量比較低的環境那裏生存 那也是因爲這樣就限制了它們的活動能力 和整個體型都不可以生得太大 那所以也都看到就是說 如果你說告訴我 就是今天有條蟲可以生到400米 我很難相信 就是因爲地底裡面的含氧量已經不是那麽高了 因爲在大氣上面的含氧量都少了 地底裡面只會更低 有什麽條件之下可以更有利於大條一點的生長呢 就是它要在水底那裏 從而令到它可以透過用皮膚和周圍的海水 這個這樣的環境更加有效進行滲透活動 就是用交換的那些養份呢 就令到它們可以呼吸 就是說有些動物你就知道的了 就是水裡面的含氧量當然未必一定能給得上空氣裡 但是水作為一種流體的媒介呢 它是更加有效去和那個生物的皮膚去做交換的 所以往往就是如果你在水底裡面 你的表面積夠大 你體型大一點沒有所謂 你表面積夠大 你就有條件和那個水做更加多營養份 所需要的物資的交換 那就可以生得更加大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那些水裡面的水 那些水塞啊 那些甚至很多版本的蟲啊 反而可以在水裡就會生得更加大的 其中一個原因 那如果你說遠古裡面 可以生到一條450米的蟲 那一定就很需要那兩大條件了 當時的大氣和海洋裡面的含氧量 一定要是高很多 那個養份也都多很多 而且就是在他們的生境裡面的競爭 對手少很多 那這個我想就是由這幾個因素 綜合考慮呢 就有學者去推出一個就是說 嘩 最盡可能生到以百米計那麽大條蟲 都有可能 那可能就是這個說法的根據 嗯 那個比喻是否等於說 我們一輛車 它的油缸越大它才能推動 如果油缸小的這輛車 在那個構造上必然是細小 再加上一個條件 它進入靚油 就是它進入那種油 令它能夠每一下子的爆炸 給它更加大的推力 那就是打個比喻就是可以這樣說 就是在以前遠古的條件 它那個周圍的那些燃料物資更加豐富 令它在每一次的呼吸 來做新陳代謝拿能量的時候呢 都可以有更加大的爆發力 那於是它體型更加大呢 都可以就更加靈活自如去搵食 那樣 那這篇文章最重要的那個說法就是 其實就是大家懷疑 我們看這個沙漢漢戰那麽大條蟲呢 一個科學家的答案就是 是有可能的 在某些特定條件之下 是真的可以有這麽大的蟲在這裏 不過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 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呢 那個含氧量呢 就不足以呢 去令到這些的物種生存 那這個也可以用來去想一些問題 就是假如你今天告訴我 咦 哪裏哪裏有條恐龍喔 那你信不信呢 那你可以問這個問題 那隻恐龍吃什麽東西呢 是的 尤其是你說 一個深海湖裏面有一隻大水怪 那你可以想一下就是 越是深的海呢 它的含氧量越低的 就是你在水的表面的時候 更加多的光合作用活動 那個含氧量自然高 但是越是底的地方呢 就那個養份啊 光線啊那些全部的條件 是更加惡劣的 所以我們呢 就更加難去找到一些 更加複雜大型的生物 那麼在這裏這篇文章沒有提 也都是適合這個禮拜的消息 其實在講的都是在那個 智利對出那個南太平洋那邊 都是靠近比如大溪地啊 社會群島啊 這些這樣的海洋地底 就竟然都找到一隻 就不是那麽大的蟲 就是一些很扁身長型的 十多厘米那麽長的一些蟲 在那個海底爬來爬去的一種蟲 那麽它就靠著在地底那裏 不是海底的表面那裏 累積了少少那些生物養份 就是由海上面一路沉積下來的 那些生物的屍體 吃它 還有就是拿那裏呢 就是那個濃度都不是很高的氧氣 來在那裏難以生存 所以在那麽極端的環境 海底 物資那麽少 養份那麽少的時候 那生物大小就自然少了 那所以就 去看這些科幻東西的時候 就很慘啊 這裏都要給一些限制大家 去限制大家想像 就是你了解到這個環境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些東西 就未必那麽多想像空間 被你發揮到 科學知識越多 就覺得寫這個科學小說是越難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不合乎這個科學的邏輯 沒有的 但是你克服到 你寫出來的故事會越好看 好的 那我們就結束我們下一節回來 好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麽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麽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 就說 其實這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 你怎麽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也有提過的鵝獸 什麽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麽今天 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那裏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呢 就扮著我們在那裏做節目 那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呢 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紀圖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那裏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 那好吧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我和阿紀圖 對不起